各位好 今天5月16号 我是三人 吃了吗 您呢 今天咱聊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 就是有两个中国在美国的侨领 或者说华裔在美国的侨领被抓了 一个是波士顿的 这个叫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侨领 另外一个是德州的 也是同样的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侨领 被抓了 姓梁 不 被判了 还是被判了 那这两个事情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我个人觉得真是联系也有一些 至于有多大的联系呢 这个我们可以商榷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 一个是刚刚被抓 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大陆 中国大陆抓这些粮性的粮食 它本身是两年前就已经被抓了 它是21年4月份就已经被中国警方直接摁下 然后是这会儿才判 他只是这会儿判 他是不是说这会儿刚抓他 所以他之间有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实际上不一定 但是有没有一点点小小的联系 那也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要善于干这个嘛 对吧 你抓这个侨领 或者是你以间谍罪 或者是你以帮助外国政府的这个 政府的这种罪名 你去给他抓了以后 那这边呢 那找一个类似的人给你判一下 那是中国某种程度上的晚尊的一种模式 就是说大概相类似于呢 你把我外交官驱逐了 我也驱逐你外交官 甚至于呢 比你驱逐那外交官呢 即便还要高一些 这个呢 是中国的一种一种行为模式 那这个行为模式呢 好玩在哪呢 就是没想到这两边啊 全是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 就是所谓和统会 和统会的这个两地的领导 它指这块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这是其中之一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这位啊 为什么会被抓起来 而且判间谍罪 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被抓的这位 很多人觉得说呢 这可能啊 就是是个间谍 因为这哥们呢 履历挺有意思的 他是香港人 他是香港出生的 他拿着香港和美国的两个公民身份 那他是香港人的 到了美国 然后呢 又宣传这个和平统一 而且呢高瘦了 也算上高瘦了 到今天呢 78岁还蛮出烂蹦呢 像这样的这种货色呢 那其实说起来可能觉得说 有可能他真是个间谍 是吧 那这个很有可能啊 打入敌人内部 对不对 那他后来 然后再回国 再去弄得情报 应该算是间谍 但实际上我个人呢 就据我的了解 就是在对于这些所谓的和统会啊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我党在境外的就是外围嘛 这些我党在境外组织一个外围就大致类似于平时站街 那有事还有一个小金主 就是有固定客户的像这样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外围组织 那这样的外围组织呢 你说他进去之后能够说啊起到多大作用成为某一样的这个间谍 反正可能性有但是不大 如果我们从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个侨领的诞生上来讲呢 我觉得更有可能啊 是因为某种程度的经济纠纷 这哥们回国给摁了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上把他判了之后 以应对美国对于这个中国所谓侨领的这种指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个要从哪说起呢 咱们得从那个叫中国就是海外侨领的这个产生说起 海外侨领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早就有 这个因为中国人从从那个晚期 从清代的时候就开始呢 就是在全全世界各地开始生根发芽 开枝散叶 对吧 那个时候呢 当然了有一部分人是卖猪仔呀什么 去去那些地方 有一部分人呢 去进海外做生意 而且呢 原来后来呢 就是说很多的这个 呃你哪怕是卖猪仔过去的 他呢也后来成了一方土豪吧 算是哎自己成就了 因为中国人嘛 他很多时候还是有他自己的某种程度的优势 可以成为这个东方的犹太人 那他这样的一些人出去之后呢 自然而然呢会产生一些领袖 这个呢就是所谓最早的侨领的来源 甚至于有些侨领呢 在海外生根呢 已经好多代了 尤其东南亚那边 那就是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社会 呃我记得我有一回去那个 嗯 去哪呢 去泰国 去泰国 他是排名泰国第三的一位富豪 他那会刚把自己的城堡建上 然后呢是闺女的订婚吧 订婚的一个典礼 我去正好去参加 然后看着他那个 那个也是一个华人 那就算当地的某种城意义上的侨领 而且后来呢 就是说包括香港啊 台湾的这些人呢 到海外之后 他打起一片江户江山 哎 商业江山 最后呢自然而然呢 成为当地的华侨的领袖 这个呢是一个自然产生的过程 那比如说 因为中国人到哪呢 他习惯于就是说抱团扎堆嘛 这个其实全世界各地的 90%的国家 到了一个陌生地域都差不多 你这个确实是 你像日本人去到中国 对吧 在北京他有自己一个圈子 在上海他们也有自己的圈子 那中国呢也是 中国人也是如此 他也会用这种模式 然后呢把自己的圈子给建立起来 那毕竟是生活习惯 或者怎么样 语言交流啊 它是一个更更传统的一个过程 或者是大家更更习惯于这种交流 那这是那一代啊 或者是几代人自然产生的这些侨领 然后包括像当年孙中山他们这帮人在海外募捐 也经常是找的是这帮人 这是自然产生的 那要急功好义啊 然后呢愿意给那个造福 造福家乡父老啊 这是一种 那后来呢 我党啊 建政之后 就 其实他弄了 就是 好多这些侨领啊 或者是原来的 也当时一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给我党钱 然后就是给钱 然后人回来 结果呢 文革的时期 就是前三十年嘛 对吧 前三十年就夸击 就把这帮人给打了 其实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段上呢 就是中国跟海外的这些侨领们呢 或者是华侨们呢 他整个关系不好 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说我操 说共产党他是这么一路的人 这不行 然后呢 就等改革开放这一边了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 因为海外华人呢 对于这个中国 还是中国大陆这一边呢 还是有他一定的感情呢 包括甚至于包括那会儿台湾啊 香港啊 他们这些地方 他愿意回中国大陆投资 当然也是因为钱嘛 大量的钱呢 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些钱 有几个大的来源 一个呢 是港资 一个是台资 然后还有一个日资 日本对中国这块 就是确实 确实那个 有投资的兴趣 还有一个呢 就是海外华侨 华人华侨的 这个资金往回扔 这是当时海 当时中国吸引外所谓的外资 最大的几个渠道 那会儿呢 桥岭呢 还大致而言是这个 是自然产生的 然后呢 回到国内 那后来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和中国有钱了 中国有钱之后呢 就有意识的培养海外的桥岭 这个就所谓的 叫亲共的这一块 那就是说呢 他可以培养他之后呢 让自己能够在国外的某一些领域上 包括你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 他进行嵌入 嵌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活当中 那就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呀 包括自己的这些 所谓的大外宣的这些东西 往外就割出去 就是所谓的发出中国的声 讲好中国故事嘛 这个故事呢 一个是自己弄的大外宣 这些东西就是很多的 包括他买国外的美 就是境外媒体或者在境外办报啊 办各种节目啊 这些东西 他呢 他用这种讲好中国故事 还有一种呢 就是收买这些桥岭 就原本有这些桥岭 那而且呢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啊 就是很多的这个华人 华人呢 又都出国了 出国定居了 那出国呢 他其实像我们这样的 其实为了某种程度的理念 说我在国内过得不爽 我要出去 这个的是少数 更多的时候呢 还是更还是要挣钱呢 挣钱出去的人 是最多的这些人 包括是偷渡 包括是正常的出境 到国外定居 那这些人呢 是新移民 就形成了很多圈子 你比如说留学生 在那之前呢 就是前30年 咱们留学生有没有 有啊 那都是去苏联那地方 后来呢 就没多少人去苏联了 就都奔着这个美国呀 加拿大呀 就这些发达国家来了 然后呢 留学生的圈子日渐旁大 那在这方面 他必须要有一个 那个就是拎头的人 大使馆呢 每个住发达国家大使馆 或者说不发达也一样了 就是呢 他拎钱起头 然后呢 成立这个留学生的组织 那后来还有一些呢 就是做生意的呢 就包括这些同乡会呀 商会呀 这些以这些名义 就他重新扶植这么一帮人 能够说在这里 起到这个侨领的作用 这个侨领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更好玩的是呢 也有人硬贴这个侨领 把自己呢 贴成侨领 怎么贴呢 就是大使馆与组织活动 就是您比如说吧 你像我这样 肯定大使馆就不抢了 对吧 但是呢 平时呢 你去大使馆办事 你留下这种 这个记录 他很有可能到时候 就给你发个消息 说你有这活动 你可以过来参加一下 比如说什么 十一啊 什么的 或者怎么样的 或者咱 或者咱 或者某一个 某人生日啊 什么就 就反正是这种活动 你主动参加了 然后呢 他如果再有其他 你再组织一些 这样的活动 你比如说十一的时候 或者是 咱圣上来这边 这个巡查 这个蛮夷之国 来这之后 你组织一帮人 你去那挥小琴 自费组织啊 这不一定大使馆给钱 然后呢 哎 渐渐的 你有这个 有这个 在大使馆 就是减在地心 哎 你就是可以 当然也不是说真正的地心 你只是在那个大使馆那挂一名 然后呢 大使馆觉得说 哎 这人呢 不错 就呢 给你一个桥岭 你在国外组织 这就是设立一个组织 又很方便 对吧 你比如说我弄一个北京的什么什么同乡会 在日本这块 我弄了一同乡会了 然后呢 我积极靠拢大使馆 一有什么事呢 就是咱这块 我这块 您看我开包子服 还有一堆的人过来来吃饭的 那北方包子 一般南方人不吃 那肯定这块 我有一堆的这个群吧 这个圈 然后呢 一到十一的时候 哎呀 我们或者咱或者咱圣上 或者哪个当官的来了 来了这个日本了 是吧 我这可以组织活动 我给钱啊 比如说 我给你一人一万日元 一万日元不少了 一万日元大概相当于 得有个 现在得有个八十美金左右 七十七十九八十美金左右 那个你去 当时在日本 在日本算不少 在那个国 在国外 在美国 这个应该没多少钱 那其实呢 你比如一万两万日元 花几组织一帮人就去了 花能花多少钱 花不了多少钱 就可能你看着说这些 哎 可能我组织一百个人去 去迎候咱 比如咱圣上来日本巡视 对吧 哎 然后呢 这个组织一百人去欢迎他去了 那像这样的这个花了一百万 你觉得是一个不少的钱 因为人币也五万多 好几 五万多人币 那美元好几千美金呢 但是这个钱呀 好挣回来 就是你这样的话 你就我不说了吗 你就等于减在地心了 你有可能呢 有几个机会 一个呢 是跟 是跟 当地侨领 你肯定要跟咱 咱们合个影啊 啥的 哎 这个是你一机会 二一个呢 这个你将来回国 因为这些人跟国内啊 还有一些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像我们这样觉得说 我一定要跟国内斩断联系 那也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他整个把国内的公司啊 什么东西清了之后 你才能够说把这关系斩断了 但实际上来讲 你真是说 那些人不太可能斩断 他大量的生意 还是跟那个国内是有关的 对吧 这个 那然后 那你这个就拿到了一个侨领 一个通行证 你呢 你就可以回国 你在你当地的做生意 他会给你 怎么说呢 要叫政策吧 你最多是叫政策 比如说 他帮你疏通一些关系啊 你去那边 他你那 你如果回国的话 你在你当地 你是有那记录的 你就可以 你可以用这种模式 拉大旗做虎皮啊 然后或者获得一些资源呢 然后你就可以两边 就是你可以挣两份钱 一方面从国内挣钱 另外一方面呢 从这个海外这边挣钱 有时候呢 可能还能给你拨点经费 什么的 这是大使馆有 前几年 反正我知道是有这经费 而且像这种情况很正常 我原来跟大家说过 在这边我也被碰上过这种人 就是某商会 就是哪哪哪的商会 然后还跟我说 说哎呀 三人老兄啊 这个有个事情想跟您聊聊 可能您得帮做点事 我说呢 说这事 我说有什么事 因为我就烦 因为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 你知道这点事 就烦着这手活了 我说这事是不是 我可能我不会乐意啊 他说有这可能 我说那你就别说了吧 因为咱呢 我不求你们 我也不参加商会 对不对 那我自己开一小包子铺 或者是说 我这我不开包子铺 谁他妈也不能把我怎么着了 是不是 那尤其像在日本这 那你在美国那你还可以说有点威胁 比如像藤彪老兄 还有人去他门口去举一牌子 在那什么 你他妈敢我到我门口举一牌子 你不怕我直接一石子铺 把你胳膊摆摆了 开玩笑吧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情况 在日本会很少 所以这事也就是不了了之 对吧 这就是奇怪碎绝 但是他用这种模式 可能就对很多人会造成一些困扰 他就是会跟你说 你可以你不要说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挣钱 然后你就有些东西 你就不要说了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侨领 他一旦产生 他是这几种产生模式 像这位被抓的 这德州的侨领 被中国大陆抓的 这位判了的德州侨领 78岁了 对吧 这个判无期 还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我也不知道 他剥夺他哪份正式权利 他他妈一美国人 他有什么政治权利 你当然他香港公民 他还有点政治权利 不过他也好像也没怎么行使过 这玩意真的是没啥用的东西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之后 他基本上来讲 我个人判断 他原本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间谍 他很有可能拿到了 叫什么 就是所谓的优惠的政策 或者是某一些承诺 或者是其他的 原来在国内的一些深耕的一些关系 然后回国做生意 赚两份钱 因为他挣钱做生意 在美国做生意 他是在美国挣的一份钱 真正说他挣钱 有可能挣大钱的地方 他就在中国挣 前些年中国的机会确实是多 这些机会 就是说 这些机会 很多人看得很眼红 他就拿着这个侨领的身份 光机回去挣这份钱去了 但是中国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一旦翻脸 或者利益过于大了 你这侨领的这块牌 他不太可能就把你整个人护住了 您理解这事吧 你在海外 你还可能说 你有这种拿侨领 或者怎么着 跟大使馆这种 你还有个互身服务 但是 是因为外国的法律保着你 你只要不是像波士顿的侨领 是真正为中国政府提供实质性服务的 这就是比如跟踪 什么这些东西 你像不是用这种模式服务的 那你在国外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你要是说在国内 那想弄你 你跟人产生经济纠纷 并且是跟那些更有力量的人 更有权力的人 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纠纷 他最方便弄你的就是间谍 这两年就是正好是反间谍法 然后他一个是在修订 二一个就是说 大家都提高的警惕 而且哪儿都 因为中国是一个敏感度非常高的国家 你只要戳他哪儿 就是中国政府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他妈的 他应该是说后脚跟他都有敏感点 都能有这一点 你说不定直接舔他后脚跟 那哥们直接就高潮了 所以你的可能任何的行动都可能会被别人给利用 然后说你是间谍 所以我个人估算 就这位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 他很有可能有一些的事情 就是被人给构陷了 然后他自己抓回去了 实际上这哥们按说起来是一个爱国老粉红 但是他被用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你就是一只被烹了的狗 被杀了的鸡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说他真正说是说他那个以他那个身份 然后去怎么样 不一定 不一定 最大可能还是在中国利用自己侨领的身份 在中国获取一定的资源做生意的时候 惹了人了 那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 所以呢 像中国政府这一回判他这个无期徒刑 没有任何具体指控 那可能有人说 这怎么说 这个间谍的罪行 那个那你这都是牵扯国家机密 对吧 那怎么可能有具体指控 其实不是 间谍的罪行 就是说判人 你说你是间谍 说你是间谍或者怎么样 他多少会说 比如说获取国家某一方面的机密 或者哪一方面机密 或者是如何如何扶持官员 或者怎么样 这个是可以公开说的 但是像这样的这种不太说什么的 直接给他摁进去 大致来说 一个就是他原惹了不该惹的人 第二个在美国抓捕 这波士顿侨领的时候 用这种模式来进行舆论平衡 大概是这样一个 只不过因为都是核统会 核促会的 然后产生了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喜剧效果的一个事情 所以各位如果说看到在国外的这些侨领们 你们大致可以把它就是试作 现在的这些尤其是新起来一带侨领 你可以试作在中共在国外的这些狗们 其实基本上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偏差 然后说不定哪天你也能看到 就这帮人就变成中共桌上一盘狗肉宝了 大概如此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下车解决